對抗病人我覺得是個不算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很不容忽 真的很不容忽 我覺得萬般皆是命吧 對不對 你說實際上來其實在講 對一般來講現在也不是一個人 沒有命 沒有機會的 但是沒有命 那就不一樣了 沒有一個親戚的一個孩子 他十幾年前是 實際上要開刀手術的 我覺得好的一個人 這就是很緣分的命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已經 有一千萬的這麼樣的基本的打底了 所以我們18%就有180萬 來做未來的這麼樣的供應 那我希望還有下一個我們的一萬組 當然不是不可能的 這個七二人香米它的特色是台灣的台東榮愛桿梁廠經過13年的研究 它把印度香米之王叫做MASMATI 跟台灣的台灣米的這個品種叫台庚9號 這個經過13年的研究是雜交出來的 所以這個米的品質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個人人質裡面呢 他超越日本的願望 周遭一新會發展討論小朋友有好的娛樂 好的觀念他們就不會被騙 他就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他就不會被他平常不壞學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循環 在這個善循環之下呢 謝謝我們有這個機會採用 謝謝 所以他的面呢在他的機車個性之下一定是最要求的 所以請大家好 這樣子的愛組合在一起 配到家族的這個一個我們團隊的精神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美好 希望我們的社會的氛圍變得更好 好我想這個我們講這個疫情會 剛才跟他介紹這個團體了 其實他們培養很多真的對這種文化藝術各方面 有興趣的年輕人 那家裡面呢這個生活環境的條件比較差的孩子呢 都能夠來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講不管這塗鴉藝術啦 剛剛街舞啊這些 其實這樣他們參加了很多世界性的一些表演 我剛剛講他們的街舞呢也得過好像世界冠軍等等的 那再講就是說因為他們常常會跑一些偏鄉 那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呢 其實這個馮毅超他的爸爸呢就是以前駐日代表 那我跟他爸爸認識三四十年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們這個團體呢真的是看到很多年輕人 真的是很有才華 那他們就說能夠藉由一個活動 能夠去做一些公益 當然做公益比較有經費嘛 所以他們說乃哥那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我說我可以提供我們的商品 我們也沒有圖利的 也沒有這個任何賺錢的 我們就提供上 那又找到這個東南鄉農會最好的米 因為我們想說用這樣一個名聲必須品 在家裡面你今天做了公益 你在家裡面吃得到用得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說好啊 我們能做什麼 能夠找一些人來幫忙認購的啊 或者是我們能夠幫忙做宣傳呢 我們都很願意